现在讲李泽炬了 李泽炬今天的新闻最多人说的就是这句 我不敢倒香港的市场太差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 谁倒香港长期差都是错的 这个是很简单的逻辑学里面的问题 这个讲法不可靠 因为我们讲有黑天鹅事件 灰犀牛事件 以往都没事不等于以后没事 以往没发生过的事不等于不会发生 核电厂都可以倒塌了 爆了 是不是 就是我们不会觉得核电厂会爆 或者坐飞机不会 但是读一声 刚好你坐着就跌下来 可能性从来存在 相对来说 你说香港的市 这个很多人说 包括我都说过了 到了低潮就会回来了 这个也是肯定的 但是现在是不是到了最低最坏的情况呢 没人说得到 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样 现在其实香港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去到底呢 完全不知道 那么如果你作为一个商业的 如果作为一个商业机构 你应该怎么做呢 各有各的做法 是不是 收缩你的营业 保持资金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的一些大机构会做的事情 好 如果这么说 我们经常说 习介是不是 不是习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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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我懂得分的 不过经常都闹亂 不是闹亂 讲的时候讲习介是好样的 习介呢 是比较好样的 习介呢 但现在习介是大一点 诚实的 王王是他拿走 我都欣赏他 他比较不说花话 有人骂他这句 赌了也输的 你看这句其实没什么state obvious 说出一些妈妈是女人的东西 过去20年赌了香港输 他不是很老 但是你说说这枝超板50年了 几十年 七十年代打后 香港也是一个浪一个浪 跌了又上回 这个的确是事实 是不是 叶楼也是这么说 但是清朝也会倒下 明朝 汉朝 唐朝都会衰落 在衰落的末期的人都会说 几百年了 大清怎么会倒下呢 倒下给你看 所以没得说的 就是说过去20年 赌他 赌输的 都是会 历史 赌市太差 历史告诉我们 赌香港长期差都是错的 他现在这个说法 你们都要留意 长期差是错的 他现在没说到 没说到 长期差是一定的 长期是没所谓差还是不差的 但是短期差这个就是不用倒的 他现在 即是 他现在在说另一件事 历史告诉我们 自乱轻衰是必然的 历史的确是这么说的 但是历史呢 就不可以简单重複的 就算是他说 历史是乱就会自了 自又会轻了 是不是 轻完又要衰够过了 现在他在轻还是衰呢 是不是 官方说当然是说 又不自及轻了 是不是 我们的看法就是19年就最后来的时刻 你搞搞阵呢 他就在追着 现在一直向下 而且还没完 因为呢 有两件事还没完 第一 你的新法例通过了 你的案例那些 政治犯还没放 这个阴影清楚还存在 我经常叫他快点放人 绝此类 搞回双普选 叫人出来示威 不听而已 第二 你还没换李家超 这些事情还没做呢 是不会 是不是 是这几年间的浪来的 是不会变的 这些暂时是不会的 很明显李泽巨都是心中有数这些事情 是不是 早前他说过香港要保住金苗中心地位 他都很直觉 很技巧直接告诉你 就是香港已经没有了金苗中心地位 麻烦你快点切发指保住他 是不是 就是说 现在我不敢赌 商量会差的 他不止的 他说我还有很多钱在这里 我随时准备回来 我们长实 诸如此类 和和 长江基建这些 全部都是财政健全 资金中足 是不是 但是 为什么说话呢 因为呢 长和 长实 都报业绩了 盈利跌了9%和16% 这些新闻都有说 中期按年少9% 息 但负债率 总之派息少了9% 都不是很大问题 还有息派了 其实已经很好的了 是不是很好呢 照计这个不是好消息来的 应该 但别人都不报他 他只是告诉你 我们不是很差而已 我们还是正的 还在赚钱 那你怎么办呢 其实真的不要对着你 就是是吧 就是现在 我们拿着一些中、港资、他这些老牌的企业 他还慢慢赚赚,可以赚到钱 不贏钱 平和那个业绩 玻璃吉弟的了 因为其他有很多是 不是只港资 新世界新红机恒隆 侧重大陆企业 巨企全部复傻 好的时候他们很厉害,大陆生意一做,画得不清不错,虽然负债率仍保持低单位数,就是说长和长实 整体表现远远好过这些新世界新轮机行动,就是这些其他四大地产商,五大已经扑了四个,剩下长实,诚哥这档事是没事的 另一个东西有人问的,有人问他那个长实会不会去英国第二上市,有没有这个上市计划 这个只是长和,001号,其他公司会不会去英国上市有多少单,应该有长实长和,不懂,这些不太熟 但有些都知道,你记得我读给他听,主席李泽巨表明未曾想过暂无相关计划 你都要倒转来读的,现在还没时间住,暂时没想到暂时而已 他们目前做的镜头,第一单去了长建,长康建设第二上市,就是下星期一仔 什么,接着呢,期内长建完成的收购感到非常满意 规模快速增长,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机会公司之下 目前手头现金有九十亿美金,有强劲的富可敌国,贵径的财务支柱 可持续在全球探索新的收购机会,诸如此类 大家都记得他几个月前,南海岸他推倒了香港的楼市 这些全部都是很多人问他 但是呢,问题呢,他就说了一句,哦,我们长远计呢,当够命草那样 各个媒体拿着,长远计我不会倒香港输的 问题是多长远嘛,还有后来的变化如何嘛 在几十年,在世界历史很短,在香港历史都不是很长 是吧?还有香港有两大事情改变了,是吧?第一大改变 当然19年乱了乱了,没有啊,不是那时候 主要是国安法啦,是吧?国安法两年多努力三年,是吧?三年半了 另外出了维安法啦,还有就是坚持继续用李家超啦 虽然我就一直乐观地看呢,就是呢,是在计划要换人的 但是问题还没啊,始终一天还没换,一天是这个格局 那美国领事都说得明白,梅如税 就是我们很难和李家超说话的哦,是吧? 那你说到时候,股市就会回来了,没那么快 不过你起码令到那样东西先回转,是吧? 那这个就等老共去决定了,李泽哥绝对不会说这些东西的 长远来说,我们继续的,这样就是中港经济衰退,是吧? 因为呢,为什么拿去英国呢?是? 立刻创了四年新高位,随即秋升在香港的股 这些分析就认为了,这个长江基建呢 就是趁英国新政府上场,买政业保险,大家带好关系啦 那英国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啦 那如果我们要买这个呢,或者在香港呢 就可以翌日去英国买啦 如果对成功有信心,香港人对成功有信心 那大家开心啦,但是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香港的股市,赚不到你那些什么呢? 香港那些投资呀,那些经理呀,那些什么呢? 全部赚不到这些钱啦,因为他已经去了英国了嘛 离岸去帮他做生意,也有的,是吧? 那就是会不会将其他的长江、长实、长和 就是李嘉诚有关的都搬去呢? 我说你听,遲早 你看他的说法,其实就是这样啦 有些人说不让李嘉诚走,你走了那怎么办? 留住他,困住他在香港,李泽巨,那不可能的嘛 这些很有字的说法,我一向都不知道 他根本有了外国籍 他喜欢就留在香港不喜欢的 你不让他走,你说笑呀,国际事件,别人又没有犯法 对不对? 他走了一发觉他收到封 喂,李嘉诚在政府里面很多善眼的,你知道吗? 善眼不差得过你共产党的,你知道你想 最不实际就是留住他个人的啦,对不对? 现在这些东西国际化了嘛 到时他一下子走去新加坡,那里,李光耀照着他,入籍了啦 那你怎样?所以不要想,这些就没意思的啦 他要走就走啦,那其他那些想不想走呢?是走不了 你十年前计划了,是不是? 十年前发生什么,十二年前发生什么事呢? 是不是?李嘉诚想见这个习近平,谁不知不理他,是不是? 那他就明白了,那我再推荐二十年 胡锦涛来香港特意见李嘉诚,记不记得? 一几年,那十年啊,就是那时候啊,那年是世运嘛 梁振英接火具那些,记不记得有年世运啊? 曾献子啊,坐轮椅去接澳,世运火霸 那一年是见过啊,李嘉诚很聪明的 当他十年前推荐英年,惨败,输了给林卓 知道不妥理,就搬走了 现在很明显啦,笑到最后啦 当然啦,这个集团去到外国,要跟外国人交手 那又怎样呢?还有李嘉诚都老啦,是吧? 有他啦,抓到,抓到,好,抓到尾都行啦 好了,那他说我们随时大量之间可以调回来的 那他也是真的喔,那就是说过,说了就等于没说啦 就是说你有好的环境,那你就回来啦 什么为止好的环境呢?简单而已 快点放掉所有正义品,跟着呢,炒了你的阿超 你看到整个环境不对手术呢 你连小板、建制的,都出来吵啦 家衰口不停,个个找人骂,找人赖 那你最简单的做法都是赖给阿超啦 现在是吧?中央不会错啦 所以就是这样啦 其实这个大的局面是没有变过,一直都 我评估这个大的环境的走向是这样的 好了 多谢大家 明天再见 今晚有什么晚报的 不过就不会和珍姐做节目了 因为出街吃饭 多谢大家